有民众就投诉说呢 到台北一家日式咖喱餐厅吃咖喱 没想到不但是涨了20块钱 而且咖喱酱还变少了 乡朋友们热腾腾的虾仁咖喱饭上桌咯 一粒粒又大又肥嫩的虾仁 搭配香浓咖喱酱非常的诱人 不过这家日式餐厅却被民众投诉 7月份外带的酱汁比较多 8月份涨价后再买酱汁却变少了 然后回家都发现量减少 很多 就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涨了价就量还减少 民众表示8月24号到位在南京东路上 这家咖喱餐厅外带两份餐点 其中一份已经在7月从180元涨了20元 结果回家一看发现酱汁少了很多 竟然吃6口就没了 让它很火大 就是我只挖了6盆然后酱都没了 就是酱很严重的缩水 涨价后的餐点还被民众检举 分量吃6口就没有了 引发争议业者拒绝采访 只是强调绝对不会偷工减料 酱汁是随着饭量增减 正常300克的饭量会添加220克的酱汁 若有增减会再做调整 双方各说各话 不过两个时间的外带酱汁相比 的确看得出来有变少 是不是偷进减两 民众心中自然会有一把吃 中心五将许中尹台北也采访不到